中文字幕 李宗盛 我们就想你不告诉你 哪个地方先 那你试一下 这个最好吃 很甜 有淡味 这个也好吃 这个酸的大苦 这个不一样的 没有淡味 我喜欢这个 因为它有点价格的 可能我们不习惯 这个最好吃 它是甜 连少点鲜味都没有 而且很多水 有时候没有就买第二张 买一些日本的鲜 我不会选 我只是想那些当口 自己说哪个好吃 那我们就说哪个 现在的澳洲鲜 现在是一个当做的时期 它的鲜味会比较浓郁 和甜 但是有点花香味 也有的 我们现在香港 接下来会转到冬天的季节 但是澳洲 现在的夏天的时期 它的阳光 令到它的鲜 吸收得最好的养分和水分 所以它澳洲出来的鲜 是非常有质素保证的 我相信 血鲜的季节 已经去到尾声了 如果你在市面上看到的 这些血鲜 都已经是几乎是干了水 或者它的质感 那些都是参差一点点 刚刚说到 埃及的鲜 它的技术 它的栽造技术 都是比较参差 所以它吃下去 口感都是差一点点 每一个时期 出不同的鲜 譬如说之前夏天的时期 它会出美国的新旗子 未来就会出澳洲的甜鲜 其实每个时期 有不同的出产的鲜 都是好吃和有保证的 所以喜欢吃鲜的朋友 就会留意